一人旅遊經驗大公開 各國體驗超瘋狂 一人旅遊經驗大公開 各國體驗超瘋狂 一人旅遊經驗大公開 然後妳就看那個光線在那邊閃動 很迷惑喔 那下面都是十人魚 因為我在學撒網嘛 撒得不穩就會動來動去 然後結果還真的 真的沉了 我在那邊拍戲我真的太累了 倒頭就先睡了 馬上就被鬼壓了 我就這樣看了一下 長的臉嗎 就是說我的意思說 可能有血嗎 有什麼 我沒看那個 因為他離我開始說 我其實他的瞳孔很大 你才會瞳孔放大耶 他一直在講說我看電視 我看到他一半的臉是青的耶 你不要瞎 哪裏 真的 小燕姐好 歡迎在這節目 收看我們姐妹桃心話 其實呢這個 在這邊主持節目 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坐在棚裡面 就可以增廣見聞 而且呢可以看這個 從這個小節目 可以看世界喔 今天我們請到這個節目當中 要來PK了 因為好像很多位 旅遊達人 甚至呢有這個 有跟外星人交手過的 有跟十人族 或十人魚交手過 我覺得你們今天 應該都會輸他 我們先從賈青蕙介紹 歡迎妳 大家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不敢講今天是學習 因為大家都是前輩 太厲害了 可是妳也去過很多國家 對 但是我喜歡比較浪漫 或是跟朋友 當然也是有工作 就是還是要有人的地方 對 但是我發現 有人可以自費 然後自己拍請黑人拍 或者跳下水 這個都不是我們能做到的 這個已經天王級了對不對 是 接下來是 現在已經這個 洗進千華去拍戲了 因為她不想再出外景了 歡迎我們小玉兒 大家好 大家好 小玉兒妳在外景生涯 那時候過了多久 很久 八年 八年 對 那現在突然就是 就是都不出外景 很空虛 很空虛喔 可是就是 一開始有那種 哇 我終於卸下重斷的感覺 然後覺得自己很自由 然後可以待在家裡面長期待著 但是現在就是 有時候看到電視 譬如說看Discovery 我就很想要出去 有那種癢癢的感覺 真的喔 可是我真的 後來發現我的資歷 雖然八年 可是完完全全不及 就是今天在座的一些人 我覺得我們今天資歷 是這樣排過來的 就是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接下來要介紹學姐是不是 歡迎鴨子 大家好 鴨子有算你去過幾個國家嗎 到目前為止三十四個 差不多 三十四個 我都想不出來耶 你叫我填三十四個 我這樣想不出來 有一陣子有特別的去計算過 因為之前好像有 雜誌專訪或幹嘛 他就叫我算算看 然後就仔細把它唸說 一算有三十四個 也滿多的 講一兩個我們台灣人 可能真的一輩子 都不會去的地方 譬如說像遼國啦 雖然離我們很近 但是不太會去 是不是 就是比如說像那個匈牙利啦 聽起來很 匈牙利 對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常常聽到 可是也不太會去 我有 我有 你們應該沒有聽過的名字 什麼 坦尚尼亞 菲州啊 聽過耶 菲州 我是不會聽過 是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這位 是可以說 他的足跡呢 橫跨了這個 林口跟台北 歡迎聽到 我跟你講今天雖然是 按照這個 直立牌上對不對 是 我拍今天不是比你們好 是因為今天我是帶天王上節目 真的 了解 對 我坐在旁邊 這位天王好好介紹了 真的 可以說是這個綜藝節目界的 看到他 就是看到Discovery Channel 真的 立正 歡迎徐浩平大哥 大家好 阿倫自己遊戒的林書豪 真的 阿倫之光 請問你剛從哪裡回來 剛從北極 好驚人喔 而且我這次終於用攝影機 很完整地記錄了北極光 這次北極光太難拍了 因為它很暗 是是是 對 真的很難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馬上就來嘗試 你激光 你是在冰屋對不對 在冰屋裡面 然後你就看那個光線在那邊閃動 很迷幻啊 真的很震撼 然後你看我是坐在一個雪橇上面 旁邊的冰屋是用玻璃做的一個爐 真正的艾斯基摩是用冰塊 是 那現在芬蘭的北極圈 他們就蓋起來一個一個玻璃的冰屋 變成是你可以 是玻璃的 對 但你可以一個人 就或者跟你的家人 就躺在床上看北極光 不會很冷嗎 冰屋 冰屋裡面不冷 但是我拍的方式是要在外面 對 我有看到你在那個冰屋 所以外面還飄著雪 你看像飄過來的雪 然後後面的光線 那個太陽風暴最近最強 是 所以你會很震撼 就是感覺整個天空 全部變成一個 一個電影院的畫圖 是 是 是 不是 因為我們一般人 如果去看這個北極光的話 我們就會說 藍色 綠色 好多顏色 可是許耀平剛剛他在化妝師講的時候 他是說 他碰到什麼氣體是什麼顏色 就比如說 太陽風暴它撞擊過來以後 那麼18個小時以後 撞到地球的大氣層 碰到氮氣就變成綠色 所以北極光綠色的機率最高 對 沒錯 然後碰到氧氣就變成了紅色 然後碰到了氫氣就變成了紫色 所以他其他的藍色 大概就這幾個顏色 那個綠色的機率最高 可是光是這樣 你就覺得他有時候會在天空 串來串去 是 然後有的時候出現幾秒鐘 有時候出現一個小時 所以你那個晚上在冰屋外面 你看了多久 我在坐了大概三個小時 都一直有北極光 沒有 就是那一段 所以其實大家看 我們大概只有 大概幾分鐘的畫面 可是我在那邊坐了三個小時 是啊 這樣 其實屁股都是凍僵的 對 很美耶 而且其實我還看到你那個 抱北極熊 對 因為今天 今年真的是 他是被麻醉了嗎 為什麼可以在冬裡面被冰 你看那照片裡面的北極熊 你知道 牠不想吃你嗎 你為什麼可以抱牠 我跟妳講太震撼了 因為今年 今年連他們都沒有想到 因為北極熊其實是不冬眠的 我們知道熊會冬眠 是 可是其實北極熊 牠的這種物種是不冬眠 而且牠比一般我們印象裡的 中熊 灰熊還大了三分之一 真的很大 等於是一個 像一個比姚明還高 還大了這樣一隻熊 然後全白色 然後因為今年的太陽風暴太強 牠不只干擾了北極航線跟通訊 對 其實牠也造成了一些 在極地生物的一些反常現象 牠們就產生了一種類似要 太可愛 因為熊真的很可愛 可是熊其實很兇 對 所以牠千萬不要再看到 牠當地沒有一些保育人員說 妳就好不要接近牠還是說 因為牠們以前從來沒有這種例子 所以牠們就正在做研究 然後其實我們跟一個科考的隊伍過去的 所以牠們其實是已經確認這熊 牠在昏眩 因為牠覺得很奇特 後來牠就說 到底這熊有多大 我說那這樣好不好 我爬到牠背上 我爬上去 妳就知道牠有沒有 妳好大膽 妳不要命 我就爬到牠的背上 然後你知道 我爬到牠的背上 我這樣子這樣 好像就是妹妹背著洋娃娃那樣 我就當個洋娃娃 我連牠的頭都沒到 我這樣伸過去 連牠的牠的手的關節都摸不到 你這個比神玉玲當年 騎在鱷魚王的頭上還厲害 真的 所以那個觸感是什麼呢 就好像在抱假的那種龍毛玩具 其實比那個假的觸感更好 因為牠的那個毛雖然很粗 可是牠那個整個泥摸就陷下去 整個陷下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是一個大的玩具的話 都好棒 所以像抱起來 然後又白色的妳知道 然後就覺得 牠怎麼會這麼舒服妳知道 然後可以跟牠這麼接近 我覺得 牠都沒有反應嗎 牠有啊 這樣昏昏的這樣 好像喝醉一樣 那牠們就說 這可能是我們人 或者地球生物 第一次有機會 跟這麼兇猛的動物 這麼近接近 這很寶貴的試驗了 因為我剛剛在節目一開始 就問這個許皓萍就是說 你是自費嗎 還是有贊助 都是自費 全部自費 這樣從台灣如果出發到北極 去住冰屋什麼等等的話 你是幾天幾夜 這樣要花多少錢 其實我們就講那個冰屋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就是五萬 五萬台幣 五萬台幣 它差不多一萬多歐元 所以你看看 真的是妳要不要住下去 可是 而且冰屋會不會睡 睡到一陣子之後 你的臉就會黏在冰上 然後流口水 那 對 我想說阿呆阿呆 是 對 剛剛已經看到這麼珍貴的影片了 那當然其實旅遊 有時候會這個 出乎妳預料的瘋狂 我們今天第一階段先來PK 碰到的瘋狂試肢好不好 第一位參賽者GINO 要來講的是 他去泰國觀賞人妖秀 所遇到的特殊體驗 到底有多刺激呢 我想說既然出國 就沒有人認識我 可以做一些在台灣 不敢做的事情 那我就來到泰國嘛 那泰國最有名就是人妖秀 那可是人妖秀有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 有變性的 就是Tiffany秀 那是很國際級的大秀 可以走的是比較underground的 就是妳要坐一台黃包車 然後到一個空地 有跟他搭一個鐵皮屋 是 他們所謂叫做神秘秀 什麼 妳想像得到的 他都做得出來 是不是各種功夫 就那一方面的功夫 太厲害了 就是可能男 也有看男生是非常的 龐然大悟 然後拿就 打鐵條 打鐵條這樣 對 他們是打鼓 也有打鼓 打鼓的時候 我排鋼鋼鋼鋼鋼鋼 對 就旁邊就是可以打鼓嘛 動動動 然後這邊 就排起來 所以就是比較 所以就是比較 比較 對 比較大尺寸的去打鼓 比較小尺寸 因為要不然按琴鍵會不準 對 會是要按五個鍵 他可能可以鍵做很大啊 什麼 他只要一個 他只要八個 八個音就可以了 對 八音就好了 可是這些多少 對 可是這些都只是開胃菜 然後我進去看到 第一個秀的時候很妙 我看到六到八個女生 很漂亮 然後就穿那種翅膀 然後在那邊跳舞 可是是全裸 只有這邊有一條鑽石的內褲 可是那個 那一段很長 我想說好無聊 我來看神秘 是 忽然呢 他跳跳之後 他們就把內褲轉到後面了 然後就看到女生的音部 他說 他說 那也沒有很神秘啊 那我就 正要走 忽然燈全按了 過了三秒一打開 變成男生的音部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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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白話嗎 他居然 什麼意思 就是忽然有雞雞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後來 所以他原來是夾在裡面嗎 他可以把他塞進去耶 所以他還是個男的就對了 對… 那這就是一個開啟 我說哇 這個是神秘秀 我就坐下去看了 那後來之後 忽然他們就問說 有沒有人志願要來做表演 我其實訓練一下也不是有問題 是…結果咧 沒有 它就是一個特別的一個秀吧 我不知道 那我想 都不認識 我就舉手 你好大膽喔 我還說 這個時候就不用好不好 我們同一之外 對 台灣之光 我就上去之後 他就坐… 像我坐在一張椅子上面 然後忽然就來了 一男一女 然後那個男的就是一個 想說三霸王很壯 或是你把那女的 放在我腿上 等於是背對著 你也漂亮嗎 很漂亮啊 然後我就… 是人腰嗎 人腰吧 我後來知道是 可是問題是 一開始不曉得還很高興 最恐怖的來了 那個男放上去之後 還看我一下 然後他就把他的布掀開 就看到他的龐然大霧嘛 他就叫我先去摸 摸他 摸完有什麼關係 像你摸他 又不是沒摸過 話不是唱歌 然後就摸 摸完之後 他就把我手拿開之後 他們兩個就在我的大腿上刑防了 那他還一直叫我去摸那女生 怎麼樣這樣 那抬走之後重頭戲來了 我以為結束了 我在舞台上對不對 我想說旁邊都有人 繞了一圈我不怕 那一碰 我的台子漲下去了 我與視隔絕 好刺激喔 對 然後我下去之後 我說幹嘛 就來了一個泰國人 他問我說你會講英文 我說會 他問我說我們想請你 配合我們做一段秀 你可以把你全身脫到直身內褲嗎 我說 當然 重點是 那不行啊 他們剛剛在你身上做那道事 你有沒有生理反應呢 當然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你會覺得那時候太緊張了 太緊張 我說頂多好 我可以脫掉上衣 然後他說那幫我們換一條運動褲 我說好運動褲長褲OK 所以在身上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上衣坐在那邊的 觀眾就拍手啊 哇好棒 因為我想說那一開始看那六個女生很漂亮 我想說那六個女生可能要出來之類 沒有我後來聽到後面舞台的一個 大象 你知道我看到一個就是 歐尼爾的人變性 那真的叫 他這個黑人 超壯超胖 可是他長頭髮 他走到面還這樣 好可怕 對 你的問題是 他也有男生的 也有女生的 真的啊 他就弄完了 我就一直躲一直躲 弄完了之後 我說 我們可以停了嗎 你真的比強暴了 這更慘 他說OKOK 那我們就起來舉個弓 我說OK 我起來 我真的跟大家舉個弓的時候 他把褲子整個拉下來 對 是全部嗎 對啊 你說包個內褲嗎 對啊 他整個就是拉下來啊 Oh my God 然後我就趕快拉起來 我就 其實我真的在罵他 我就衝一下台 回到我的位置上 一下子掌聲鼓勵 對 一下子掌聲鼓勵又算了 但台下有台灣人嗎 對 最厲害了 居然我不知道那時候是大學生的畢業 旅遊記 好厲害 好厲害 我聽到旁邊有跟我說 他還叫我為了 說 Oh my God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跟你講 沒有 我就 我也不敢走出去 我也不敢回來 我等整個秀 輪了兩遍 人都走了 我才敢走 因為不敢跟台灣包裝客 坐頭一班車嘛 對不對 我重複看了那一段 我又看了一次又來一個人 我想這個笨蛋 不是耶 因為他還敢去嗎 我敢去 可是我不會再上台 我會跟旁邊人說 我上次上去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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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采了 這個故事 我的天啊 對啊 故事 偉京主持不容易 闖進鱷魚園 生死一瞬間 惡啊 那我們就進去那個籠子裡面啊 然後水就降下去囉 一開始沒有注意到有什麼鱷魚 後來就發現 然後呢 他就吹哨子 會說是電音嗎 還是什麼 鱷魚就全部都往這邊流過來 然後他說 為什麼你要吹哨子 他說吹哨子呢 是告訴他們 後來我看照片 他要咬是可以咬得到的 第二位參賽者賈欣慧 講的是他在巴哈馬鯊魚區 玩風帆的經驗 就讓我們來聽聽有多恐怖吧 巴哈馬的海邊非常漂亮 是可以看到白色的沙灘 就見底的 然後他們就說有一個區域啊 是有這個鱷魚的 所以我們就坐那個風 風帆那個船是隨著那個風向 然後走 他就是 你很容易就是微風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你就穿比基尼嘛 然後就 就想說旁邊也沒有人 所以我們就曬得很均勻 就把後面的線打開 就這樣子 然後突然之間就是 就曬得很均勻 還在睡覺 還在睡覺 突然聽到 就那個什麼救生員 就叫你說 這邊是鱷魚區 趕快回來 這樣子 就完全不知道啊 還是他看你袋子解開 想看你趕快立刻搶 對 這個可能睡得比較多 對 對啊 就只能就是 你就被弄的感覺 就不曉得 但是原來其實 就在那麼這麼近的地方 因為其實風帆 其實它很快的就飄到 很遠的地方你不知道 對 就海流 好險就聽到那個聲音回來 不然其實 好像也是滿危險 不過另外一方面是 有些鱷魚它是不會攻擊的 攻擊人的 所以是還好 但那個時候是我覺得 還滿驚奇 聽完了賈欣慧的恐怖體驗後 接著來聽聽 鴨子的鯊魚出體驗吧 第三位參賽者 鴨子 在南非與鯊魚共遊的經驗 究竟有多嚇人呢 現在就來聽聽看吧 去南非 因為南非有一個很奇怪的活動 它就是要去跟鯊魚共遊 對 你就是到 你就是坐船要出海 那其實到外海之後 風浪就會比較大一點 它是什麼鯊魚你知道嗎 就是 大白鯊 對 好萊塢裡面看到那個超級大 大白鯊 是 身長可以到五六公尺 那種很可怕的頭 那個不要跟它玩啊 為什麼要跟它遊 可是有人就是要安排這樣的行程 讓你去體驗一下嘛 驚險 對 因為它是跟我們講說很安全 那我們就沙沙也就跟得出去 那到外海之後 它其實風浪真的很大 然後它那個船底很奇怪 船底就是很淺 吃水吃得很淺 就是我們的船員到這個海面 大概就五十公分的距離 定點到了 風浪晃晃晃晃海 不管 然後你就看到它把那個 原本是釣在半空中一個很大的籃子 大概是兩公尺乘一公尺 這樣子深度的籠子 就放進去那個海裡面 然後就說來 前面一二三十五六號先進去 一次可以裝六個人 然後我們想說進去要幹嘛 那應該還好 因為那個籠子 感覺上它那個間距應該還好 大概就是十公分左右的間距 鯊魚就算要撞也撞不上來嘛 對 大興就這樣想 那我們就旁邊觀站 第一批進去的人下去之後 每個人都只有戴面罩 沒有呼吸管 你知道它是整個籠子沉到水裡面 在海底 對 它是在海底 所以你等於是在半溺斃的狀態下 你要去看那個鯊魚 可是鯊魚要怎麼過來呢 是 這時候他們就用一個大水桶裡面 拿出了很多苦爛的魚塊 是鯊魚的魚塊 鯊魚引來 沒錯 雪腥味 超恐怖的 我後來我是因為天后關係不能下去 要不然我已經準備好下去 但是我們事後再看那個影片 他們有水底的攝影師拍了那個影片 你知道那個鯊魚是 很快撞那個籠子 那個籠子就會撞到我們的船身 然後他們在船上會感覺到一陣搖晃 就是那個時候 而且他們一開始是把那個 魚塊丟出去的時候 它會隨著 調得比較遠一點 你就會看到那個鯊魚 會這樣子把魚塊往上頂 它就會跳出海面 砰 然後去咬那個魚塊 然後再過來衝撞籠子 結果後來你敢下去嗎 你是第幾批 後來我就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下去 然後呢製作單位就想說說 那不行啦 我們也是要有一個賣點 要不然的話這一集 剪出來不好看 收視率不高嘛 所以他們就換到另外一個 叫 就把我整個人呢 又是一個很大的籠 但是這一次是圓柱形 而且他們這次人很好 找一個比較有肉的攝柱 跟我一起下去 要吃也先吃它 對…它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知道 鱷魚有分長吻跟短吻 長吻餓是怕人的 短吻餓是不怕人的 而且它速度很快 像我們去外面看到人家 那個鱷魚會飛跳起來 去吃什麼肉啊 吃雞啊 就是短吻餓 因為牠們很兇 對 OK 那我們就進去那個籠子裡面 然後水就降下去囉 水還好 我們的頭都還在水面上 所以我可以聽得到 按上那個保育員講話的聲音 OK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現說 一開始沒有注意到有鱷魚 後來就發現 哇 有三隻 一隻公的 兩隻母的 你怎麼看得出來的 怎麼分辨 也是有龐漢大物 超重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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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保育員已經跟我講了 還要你摸 我體上上才吃的也不太多 沒有 沒有 泰國鱷魚也會彈鋼琴 他有像鱷魚先打鼓 他像鱷魚先打鼓 所以我知道哪一隻公 是 會把牠全捕 全捕 是不是 也不是 其實因為牠特別要跟我講說 裡面有一隻公 兩隻母雞 因為牠們現在正在發情期 Oh my God 發情期很會攻擊吧 對 可是牠就說你不用擔心 雖牠們現在正在發情期 可是呢 牠們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所以大家都很懶惰 所以你就下去就對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拍拍拍 然後又偶爾浮上水面 就是對鏡頭講一下話之後 就覺得說這個鱷魚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然後就說那可以做一些反應嗎 然後保育員就這樣 OK OK 然後呢 牠就第一個事情 就說讓你們再進去水裡面 我們就右頭降下去 然後呢牠就吹哨子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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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是電音嗎 還是什麼的 結果牠不是 這時候說實實那實快 這些鱷魚 就全部都往我們這邊游過來 他說好神喔 這些鱷魚真的好聽話 這個靈眼真好 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又下指令 牠就說那你就開始拍水面 就叫我輕拍水面 這樣子 一直在刺激牠耶 對啊 可是我壓根不知道 然後一直到最後我們拍完了 就三分鐘 其實很快我們就拍完 我們就上來 根本也沒有想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就要在岸上做專訪 結果呢 那個保育員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吹哨子 為什麼你又要叫我拍水 他說吹哨子是告訴他們 那吃飯的時間到了 拍水面是叫你把它激怒唷 所以後來我看照片 你知道那個鱷魚離我最近的是 牠的鼻孔已經快要塞到 我的那個籠子間鋸裡面了 而且我的頭髮是綁... 就是綁一戳 所以就往外飛 它要咬是可以咬得到的耶 對 我完全了解 鴨子我完全了解 因為我當時出道的時候 我也去當過很多年的外景主持人 而且也是要跟這些就是 不是 猛獸啊這些接觸的你知道 我了解 因為你知道嗎 外景導演攝影師就會說 沒有畫面啊 對啊 那是怎樣 那你要不要下去嘛 對啊 然後你那時候真的不是 人生父母養的耶 你就是得下去 對 然後反而有時候會被那個保育 就是他們自己 Ranger裡面 對 有一次他就說 那你就在這大石頭上 做個open 你這條南非那個 克魯閣裡面喝 我就在那邊做 那個保育員就這樣這樣看一看 他就 然後就指著我 我就想說我剛剛把他講完 講完講完 他就把一把拉過來說 這下面有鱷魚 是野生的 他只要上來 你就沒有了 你就沒有了 那時候尾巴一甩 就被打下去 那克魯閣國家公益 常常有 常有遊客會這樣 對啊 我覺得是外景的時候 真的會賺耶 因為有人做我去西藏的時候也是 因為你知道我們那個導演 非常妙 因為你知道西藏是有高山證 對 他把高山當平地在拍 所以我們的那個導遊 我們的製作 執行製作住院 然後 就支撐我 你知道嗎 那是會要命的耶 對 真的是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 好像是突嬰還是 就是他每天上 對 有些屍體那要突嬰對不對 我壓根都沒有想過 會去採訪這個地方 怎麼樣 攝影師是這樣說 來 你躺在那裡 是嗎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不對 不跟我說 我當作結束 對 我當作結束 其實製作也不在啦 然後本來只剩我跟導演 我怎麼知道是會到底怎麼樣 他就說 到了一個地方 你知道真的見鬼了 結果他整個就是車子 突然有沙塵爆 就一直在旋轉我們 然後就突然之間 就我們沒有辦法開車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問了 導演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就是去餵屍體 吃那個天葬的 餵屍體 屍體 所以你們還要搬動屍體 所以來 這樣嗎 今天是真的是在那個石塊上 而且是真的 就是他們 就是前面 往生的人 對啊 你知道 你就站在那邊 你說我要做什麼 你就站在那邊訪問 訪問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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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有可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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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訪問那個喇媽 對 嚇我一跳 是 可是你還是覺得很恐怖啊 因為他前面才有 才發生完嘛 是 對 還是有圖鷹跟 有一些血跡斑斑的 那個在石頭上 因為它只有一個地區而已 等於好像踩在那分屍案的現場 那種感覺 又覺得你沒得選擇喔 陰性陰風陣 而且何一回來 不是你一個人回來 會跟耶 其實你會跟過對不對 我也對 我有一個也是你 超驚悚故事 廣告回來嚇死你 什麼啊 GINO女鬼傳生 髒東西竟然跟到錄影現場 我在那地方拍戲 我真的太累了 不舒適 倒頭就先睡了 馬上就被鬼壓了 我就這樣看了一下 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妳就這麼近這樣看著她 因為她看到女鬼 然後我長的臉嗎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 會只能有血嗎 有什麼 我沒看到她 因為她離我太多 其實她的瞳孔很大 對 所以才會 瞳孔放大耶 為什麼妳們跟我說 什麼 接下來GINO要為我們分享 出國拍戲所遇到的恐怖經驗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有一個也是 是泰國的歐尼爾還是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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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我被跟 是 我在那個地方拍戲 我拍完戲之後 我沒有馬上回台灣 我想說購物一下 是一個 蠻好購物的地方 找幾個當地的朋友 也是泰國 不是不是 在內地 內地 然後我們逛完之後 真的非常累 我們想說那我們先回飯店 我們梳洗一下 晚上去吃飯 我真的太累了 不梳洗 倒頭就先睡了 我記得我撤睡 馬上就被鬼壓了 可是說真的 可能在外面住習慣 被鬼壓我們又很害怕 就情願睡飽一點 不管它 我就說沒關係就 給你壓吧 我也有想過說 會不會真的是 人家說腦神經太疲倦 或什麼 或是你的姿勢會什麼麻痺 對 有可能 所以我沒有管太多 可是我忽然覺得這邊癢癢的 好像有那種線 線在燒的感覺 我就不能動 我就這樣看了一下 我來看一下 我真的沒騙人 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妳就這麼近這樣看妳 我看到女鬼是色的 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轉回來 然後我心想說 不要靠那麼近 不要靠那麼近 然後 就是她的頭髮 就是在那邊尿你了 對…我以為是 然後我後來就怎麼辦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忽然就有人來敲門 太好了 我的同伴 找我吃飯 可是我可以感覺 那女鬼是這樣是這樣 看一下門 看一下 就走掉了 那我當下其實 她的臉是彩色的嗎 還是黑白的 黑白的 其實我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清楚的 因為我碰過幾次 是正常的臉嗎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 可能有血嗎 有什麼 我沒看過 因為她離我太多 我其實她瞳孔很大 對 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時候我被壓之後 我真的是沒有力氣去開門 我是用爬的 那個連滾帶爬 把門 就是壓下去 我就拉開來這樣 但我 我把你吸乾 我一定沒有 我真的沒力氣 好可怕喔 只有這時候妙的來了 我朋友嘛 看到我 她面無表情跟我說 我要吃飯了 就走掉了 蛤 知道了 而且如果你是我朋友 你看我坐在地上 你會怎麼樣 對啊 你怎麼了 對 你不扶我 你問我怎麼了 對啊 一方面氣 二方面我不敢再回房間 我就爬… 可是她很快就已經消失在走廊了 她嚇到 我就往前爬 她扶樓梯還爬不起來 就因為幾個朋友上來之後 把我扶起來說怎麼了 我就說我剛被碰到眼淋漆 被壓 然後我誰誰誰來看到我 結果沒扶我 她這樣很生氣也很好奇 就帶我去那個房間 敲她門 是 敲好久之後 她開門了 也是面無表情 顏色蒼白 然後大家問她說你幹嘛 剛剛GINO打地上 我說我不扶她 什麼 不要這樣 什麼 什麼 那個朋友就說 我有看到她在地上啊 可是她背後那女的跟我說 她以為你跟那女的在… 她以為… 她以為… 最好笑的是我還是說 我很好帶女生朋友來 她還是不好意思說 說真的我以為你著急 然後後來我也不敢在… 所以你朋友也看到她了 想真的她也是半不確定這樣 我的媽 她不是說那女的叫她走 她就說她笑笑的 說沒事你先走 然後呢 我也不敢再換房間 我真的不敢一個人再說真的 我鬧 我真的鬧 你不敢回房間啊 我就跟那幾個朋友睡一間 然後忙機票就改隔天 就回台灣了 是 然後後來呢 我回台灣沒事之後 我固定會去三重一個地方拜拜 那我去拜拜之後 我後來失聰說 來 妳今天要坐 這次去拍戲 人碰到什麼事 其實我不太想提 因為很害怕 我說沒事啊… 她害羞笑了一下 就抽了一口煙 沒事 都跟到門口來了 還沒事 說跟到門口 我說長怎樣 她說女的嘛 而且臉上被有一道傷疤對不對 我說什麼傷疤 她說那個線頭還在那邊垂啊 我就想起來 那時候我不是被燒癢嗎 我不是被頭髮燒 我是被那個 她的線頭 我說我跟師兄說 她為什麼跟來 她為什麼線頭 我說師兄幫我處理一下 因為她進不來嘛 師兄就走出去 我只看她對空氣講話 八道八道講一下 她說 來 孽緣 她說前幾次 你跟她是一起的情人 但是你是一個壞人 你為了摩托他們家家財 你把她毀容了 到現在 對 所以那個女的 找了好久 終於找到我 終於找到你 對 然後呢 那她有沒有跟師父說 要幹嘛 對 她就沒有 她就說她就要更定我 她要讓我這輩子就是 反正讓我非常不好就對了 我的天 甚至要把我帶走 那我跟師兄順拜託拜託 幫我處理一下這樣 然後就去跟她溝通 最後她說 她說這個就其實就是年初 去年年尾發生的事 她說可以 她說你也在你身上畫一道 不會吧 就走 因為對她來講畫一道 等於就是她這樣畫一道 我說妳在畫臉嗎 我說不行喔 我工作怎麼辦 師兄說沒關係 我幫妳處理 後來就去拿一個刀片 消毒過之後 就拉得起來 她應該還在 真的喔 真的有耶 可是已經消掉了啦 我那時候很常 可是從那時候到現在才消的話 你那時候畫得也不輕耶 不行啊 她說師傅說 那女鬼在旁邊看妳 可是那邊都血管耶 可是這邊 她說這邊是最OK的啦 總不能對 她本來還說畫大腿 我說不行啊 這邊真的是太多血管 然後才... 好可怕喔 才... 才走 最好笑的事情來了 這件... 你今天晚上敢回家嗎你 你敢走出那個公廟嗎 妳就... 馬上開車回我爸媽家睡啊 是 而且最...我想講一件事 就是這個故事 其實在上節目 有跟工作人員搞的時候 講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啪 電話斷了 你還敢講 真的... 我跟工作人員講 我一打電話說 你剛剛在鬧我 他說沒有啊 他說你掛掉的話 我說沒有 就是講到那個... 就在講那個女鬼難以爬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我一個人在房間 而且我家... 我養兩隻貓嘛 就忽然東張其妄 我真的是... 我今天晚上我等一下還要再去... 我聽得好累喔 再去師父那裡 對 再畫一刀 沒有啊 沒有啊 要我們幫你嗎 這個狀況畫幾刀我都OK 真的 這一次真的我嚇到 因為在外面其實常常會碰到 我這次真的是嚇到 可是他碰到這個是已經 就是說你知道嗎 幾世的那種冤仇 那種解不掉 還不是說無緣無故耶 然後我就覺得好倒楣喔 那時候的我到底是怎麼樣 他一直在講說我看電視 我發現他一半的臉是青的耶 你不要想... 哪裡... 真的假的 沒有啦 什麼時候 沒有啦 這個是電視上 而且我現在... 那一台嗎 可是我跟你們講 導播你現在我看我有沒有親的 你害過 這個畫素的關係啊 我有沒有親 沒有啊 真的啊 我想說我是不是太... 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啦 我去拜拜人家就說 如果說你是真的有被跟到 或是怎樣的話 你的鼻翼兩邊這邊會是 對 鼻翼兩邊 就是不是眼睛底下 因為這邊是黑眼圈 你有越來越親的眼圈 對 他就在你後面 你害怕 他就在你後面 我小燈 我小燈 他用我零爪 他在白眼 就這樣 好 常常去 好常去 所以 所以... 要處理一下 所以這個真的是... 開我玩笑吧 你臉真的比較... 我這樣不就出來啦 可能頭髮黃的 導播如果你take一下 那個浩子修呢 如果是學浩平大哥 你給我們導播take一下 我應該不會到 沒有啊 你比較黑啊 沒有 那是他 他的不真正 好啊 我不想做這題 是我的專題 對… 我要搞的是我的專題 要做一個Ending嗎 沒有… 是… 趕快… 誰跳出來就… 我們來請小玉瑋講一個 這個比較… 我們講 觀景主持人辛苦就是那個 喝醉酒還是要主持人 喝了酒 喝了眼看 冷看都冒出來 你冷看都冒出來了 對 因為我剛剛一直講 一直在發抖啊 我自己聽了 我都在發抖了 好 小玉瑋快幫我們轉一下 快點… 小玉瑋要講的是 我要講的是我就是 因為出外景啊 以前一開始是跑中國內地 然後後來跑世界各地 但是其實我覺得外景主持人 一定要好酒量 我就是大概在日本 幾年前我也忘了 我們去一個叫做德島的地方 他們是叫做大杯銀筆 就是要喝大概900ml的清酒 我有照片 酒 對 酒 900ml的清酒 那個後勁很強耶 然後它是要比賽就是 你看你可以多快把它喝完 就是那杯那麼大瓶 妳是說這樣子喝完 對… 然後它放到一個那個盆子裡面 然後你就這樣倒滿就這樣 然後就是… 你看 妳臉還大耶 超大 結果妳花多久時間把它喝完 第一名是11秒 然後我… 對 然後… 我很爛 我沒有進錢實名 沒關係啦 我大概… 很簡單 對啊 我大概才42秒 也不簡單 可是妳算會喝的人耶 我朋友裡面妳算會喝的 還贏不贏不贏 沒有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現在喝完應該開始狂吐了吧 42秒喝完 喝完之後還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那時候天氣很冷 就覺得喝完就很暖 然後因為大家帶著喝喝喝喝喝 那就是感覺就是自己喝完了很舒服 然後可是喝完之後 妳的自己… 就是它會有個那個獎賞 就是妳的獎勵參加獎 就是… 同樣一瓶酒 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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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獎賞嗎 對 它這樣帶回家 然後它就贏了第一名呢 是六瓶 對 第二名是三瓶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參加賞呢 就是…就是每人一瓶這樣帶回家 然後我後來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還去訪問那些參賽的人 因為很多參賽的人嘛 喝完就沒事 然後那老先生 六七十歲的老頭 然後他第一名十一秒 然後其實他們主的… 主辦單位很貼心 他們在舞台的後方呢 都有水桶 沒有 他們設置了一個帳篷 然後那帳篷裡面呢 就是妳一進去妳會看到很多 一個坑一個坑一個坑 因為它是土 然後它就挖一個坑一個坑 而且一進去 妳就是一陣那種… 想吐了 因為那是… 大家的嘔吐都在裡面 所以一進去 所以一定要站第一坑 就是兩個我先進去 對 可是我是已經喝完 所以我幾乎是最後一個比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吐完了 然後裡面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 那時候酒意就上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才開始 有想吐的感覺 可是還是要硬撐的介紹說 這裡是他們呢 就是最後結束的時候 要吐的地方 然後呢出來之後呢 已經開始開始混了 因為酒意是慢慢慢慢的上來 然後就訪問第一名的感想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訪問完之後呢 我才真的就是自己 真的撐不住了 然後我跑去廁所 我吐了大概三次 真的 然後重點是 吐完之後他們只要我 然後晚上我們要繼續去 採訪日本的飲酒文化 然後我繼續… 妳就送序端了 妳姐姐 被豬獵捕食人魚 許浩平沈船 差點沒命 那是食人魚的 這個妳知道這邊… 這邊妳看那… 下面都是食人魚 那全部是食人魚 但是因為我也不曉得說 我在上面亂動 會讓水進來 然後… 對啊 然後因為我在學撒網嘛 如果撒得不穩 就會一直動來動去 然後水都要進來 我們呢 然後最後沒想到 沒想到最後 船真的… 真的沉了 許浩平恐怖體驗 廣告回來告訴你 不過喝酒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 引起一些紛爭 你們的鴨子 那一杯食物 台灣就這麼大 可是在德州的話 你拿那500cc 我們那個杯子 這是他們的食物 真的嗎 那個就像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這麼多 那也不少啊 對 而且我是在一個小時之內 我喝了八杯的B52 這麼酒量 沒有 他說我不懂事 OK 我不懂事 好恐怖喔 所以B52是上面 要點火的那一種嘛 然後就Go… 好 喝完了 然後你知道美國的Club 不是兩點就… 就要關 那我那天就穿一個小洋裝 然後想說要找我那件 我很喜歡的 一件黑色風衣去 就怎麼找都找不到 然後你知道酒氣就上去 整個脾氣很大 很不爽 我就說 那是在裡面發酒風 你知道嗎 突然就看到 在DJ台前面有一個女生 身高跟我差不多高 穿那件衣服 根本就是我的衣服 我就衝過去 啪 就從她後面整個… 她背對我 我就從她背後這樣 啪 整個衣服給她抓下來 然後那女生也整個摔在地上 然後呢 她們就跟我講說 我酒醒之後 她們就跟我講說 你知不知道你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我壓根不記得 她說那個女生是韓國人 韓國人 韓國人 對 妳是韓國人 韓國人 她到底是不是穿你的衣服 不是 她到最後根本不是穿我的衣服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說那我們到時候是怎麼離開的 因為我聽到韓國人 我也怎麼嚇傻 我怎麼會幹這種事情 結果她就說 因為只有我一個女生 旁邊有八個男生 每個都很高 最高的一百九十幾公分 她就說這些男生 每一個都跟小鬧鬧 她說對不起 我又走錯了 那女生說對不起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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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那些女生已經要拿起酒瓶 要整個要從頭到夯下去了 真的很誇張 所以我跟妳講 我們還是進入一些這個 深度的文化之中 要小心 整個很久 這種有時候真的 你根本不知道 你會碰到什麼民族 什麼個性 對 我覺得這個我們的Discovery 許浩平先生呢 接下來要帶來一段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北極光了 對… 然後你去跟是食人魚 還是食人族啊 食人魚 食人族都有 還有… 你這麼想要被吃掉嗎 我現在都不曉得 我應該講什麼 就是有鬼故事 有太险的 有刺激 有香艷的 就是食人族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食人族 我們在這個鞋子類啊 真的是海鮑 有吃人的食傳統 然後你看他們的這個 Jill Hub 這個口方情 跟我們賽德克巴勒一樣 對… 所以他們看到妳的時候 有一直在噴口水 對… 可能我想的沒有今天三位女士 這麼juicy啊 他們有… 對…然後你看到他們教我怎麼樣 夾著熱石頭來烤肉 教我什麼射箭 這麼黑一隻眼睛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這跟我們很喜歡吃放山雞的女 他想要先吃藍是不是 他想要先吃藍是不是 先讓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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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我到山上 你看他帶我到山上 這是一個… 他們因為是內褲的民族 他們都要採那個鹽乳 用那個芭蕉甲精的纖維去吸鹽乳 所以他們就帶著我到那個山上 後面最精采不要剝了 會剝… 衣服就越穿越少 有 我剛剛已經看到那個女生 跟你握手的時候 她那個有在抖 對… 他們都沒穿衣服 你越穿越少 因為我為什麼沒有被吃掉 因為最簡單就是你入境水俗 所以最後就是… 不是… 穿得跟他們一樣 但最大的挑戰 你知道他們男生穿什麼 我就說我好愛你們喔 我可不可以穿你們的衣服 他說我們根本沒穿衣服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他們只在寶貝上 納化兒上套了一個 長長的一個護瓜 是 是… 而且他戴的方式很特別 這是一個電影啊 但我跟妳講 妳拿到那個管子 妳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套 為什麼 妳有沒有看我那一根 護瓜 為什麼 好像自己挑眉耶 護瓜 白白的那一個就是對不對 我只能說 來 妳拿劇場給大家看 衛冕 在中間 也太巨大了吧 誰 等一下 那一隻也太大了吧 那一隻已經裝不好了 太大了吧 妳故意挑這個 特別高 對不對 妳那是打石膏喔 是 那是打石膏喔 是 那感覺好差嗎 多解釋 多解釋 想快解釋 多解釋 因為他們給貴賓會給 特別大 特別長的一根 表示一個尊敬 這是食人魚的 這個你知道這邊 這邊你看 下面都是食人魚 可是它全部是食人魚 但是因為我也不曉得 是我在上面亂動 會讓那個水進來 然後 對啊 然後 因為我在學撒網 我撒得不穩 就會一直動來動去 然後水會進去 真的 所以我最後沒想到 沒想到最後傳真的 真的沉了 我 然後你知道 所有的食人魚 全部都過來頂我 那妳看這個食人魚 好恐怖喔 食人魚只有手掌 我想到我看了那個 3D食人魚耶 真的很恐怖 妳看牠的牙齒 妳仔細看牠的牙齒 這是真正的食人魚的標本 可以嗎 完全具齒狀 妳可以摸摸看 非常的鋒利 好可怕喔 我有去釣過食人魚 我把它釣起來之後 我放到那個袋子裡 然後我裝水 因為我想說讓牠活的 我想要帶回都市去 重點是我才裝水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牠就 他把塑膠袋 然後說牠破了 然後就一直不停地噴水 所以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恐怖 還好唯一的就是 我身上沒有傷口 對 因為沒有傷口 你犧牲過那個人 你忙忙壞一下 我全部都沒有 你們衝過五分鐘 沒有 這是你啦 你一直上一輩子 是為了逃死人魚才給牠畫 就沒有 我已經有那個法器了 幹嘛提這個事 我給牠 我給牠的法器 那是什麼法器 這是一個鯨魚的牙齒 這是一個古老的牙齒 鯨魚的牙齒 雖然對那個都是破壞牠嗎 因為非常好 這鯨魚的牙齒 這個是已經像玉一樣很古老了 所以我剛剛他說 牠不舒服給牠 握線好多了 桌上都是戰利品是嗎 應該是不是各地的紀念品 其實也不是都是原始的啦 像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我很珍惜的 因為你到世界各地 很多的文化 宗教 那我們入境隨俗 這是一個家庭 他們給我 他們全家 算是傳家的寶貝 帳本 不是 羊皮聖經 什麼可能 在哪裡拿到的 手寫的 一手B 你知道 不但手寫 每一頁都是羊皮 你知道上面是有毛細孔的 我要摸一下 這真的好特別 真的好特別 這真的是博物館級的 對啊 這個多少年啊 這已經兩千多年了 兩千多年了 我們可以這樣用手摸嗎 對 然後上面的 都是植物之意寫的字 所以不會吞色 你們有沒有看到 還有羊精來縫起來 對耶 天啊 然後仔細看 你看 你是烤箱糖跟他們交換了嗎 沒有 用我們的 刮乾淨 刮乾淨 你看上面都很適合 有沒有 這真正的 對 美哥你這個超棒 好特別喔 看這樣怎麼樣保持 大家真的來 就是 好感動喔 有一個很大的冰箱 會說一個乾燥箱 專門放這些東西嗎 沒有 其實我現在正在馬祖 成立一個博物館 我現在正在住 我希望說能夠讓大家有機會 也許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去旅行 但是能夠透過我的影片還收藏 大家能夠 都能夠去看能夠感受 好珍貴喔 我的天啊 那鴨子你買的是 雞尾酒攪拌棒 我好喜歡這個 但是這是阿拉斯加要來的 從羊皮聖精到雞尾酒的攪拌棒 他以為是四隻腳的耶 是自由市場 它是四隻腳的 它是米露大便做的 啊 上面這是米露的大便 上面是米露的大便 對 但是有經過特殊處理 不用喔 謝謝 謝謝 這真的是叫糞 叫糞 那我看大家買都很正常耶 GINO你買的那個黑色的是 髮器啊 很骷髏頭耶 沒有啦 就是我很 好 我有點莫名其妙 難怪你會帶東西回來 那個東西真的亂啦 我回來才有人跟我講 因為它其實很妙 這在哪兒買的 Pattaya的一個 它很妙 你好愛Pattaya 沒有 就是在那次買的 就是因為那個金剛巴比 讓你買的 因為Pattaya有一條街是都很好逛 可是我覺得好多 好多觀光客應該會被騙 我會故意找到巷子裡面 他那個老婆婆擺一個攤位 然後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熏箱 它裡面可以放熏箱 然後 可是它是什麼材質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上面的頭蓋骨 打磨的 打磨的 所以是假的嗎 沒關係 假的啦 對 它頭蓋骨會冒煙這樣子 那我買回來之後 每一個長輩朋友說 你買這個回來幹什麼 他說你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不激勵 可是我沒有很在乎 所以你還不在乎 所以你還不在乎 我都放在房間嗎 你剛剛講的經驗 我們已經快嚇死了 而且你發現那個浩平兄 一直有拿髮器給你 你要拿什麼給他 我是想說如果他害怕的話 這是亞馬遜和他們的吹箭 真的是吹箭耶 對啊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竹子 然後這邊塞進去 有沒有什麼保麗龍板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真的可以吹喔 會不會反台 耶 對不對 真的耶 對啊 而且可以殺人喔 當然 而且你看 它這個裡面 它這個裡面就是 好想吃鹽酥雞喔 不是 它是沾毒液的 這邊 這邊有一個這個 一個種子對不對 它是把那個殘除 背上的毒液塞在裡面 然後就這樣進去沾 沾一沾 沾一沾以後 然後就開始放進來 然後就可以吹 那那個毒液會讓這個獵物 是麻痺還是說 神經毒有的會死亡 有的就是麻痺倒 會倒 對 沒有這個打獵啦 這個太酷了 太酷了 這個好棒喔 對 今天沒想到講旅遊經驗喔 居然會講到一個那個 而且那個螢幕顏色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待會兒麻煩你跟師傅聯絡一下 那在這邊還是 預祝所有的旅人都平安 下次再聽更多更精采的 好 謝謝 謝謝